贪心的狼坦 终于在火烧山 遭遇了消打火的军队 两军在匆忙中 爆发了最激烈的战斗 急于离开火烧山的狼坦 几乎将火气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这才匆匆脱离了接触 由于奇数不惊 战马损耗惊人 最后不得不囤军拜登山下 等候云征的冤军到来 消打火的军队 在铺天盖地的火器面前 损伤惨重 一个万人队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 就被打残了 其余的辽军 也不敢压迫狼坦过身 两军在白登山下 已成对峙之举 白登山 这是异族的骄傲之地 消打火以为 云征的军队 在这片受到诅咒的土地上 一样会遭受打败 因此使用匈奴旧策 引诱云征 劳实远征 因此 他对白登山上的狼坦 采取了 唯而不公的策略 陈林听说 狼坦被围困在白登山之后 第一次要求云征 莫要轻敌冒进 以免中了撩人的诡计 云征依旧命了 李东楚的白马军 向白登山进发 对陈林的担忧 一笑了之 汉高祖七年 冬季 汉高祖刘邦 亲率32万大军 出征匈奴 同时镇压 韩王信叛乱 随行的主要谋士 是陈平 楼靖 将领有樊快 夏侯英 周伯等 汉军进入太原郡后 连连取胜 特别是同敌一战 大获全胜 使韩王信军队遭到重大伤亡 其部下将领王喜被汉军杀死 韩王信逃本匈奴 韩王信的将领 白土人 曼秋晨 王皇等 拥立战国时 赵国后代赵立为王 聚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 准备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 茂顿禅宇派左右贤王各代兵一万多起 与王皇等屯兵广武以南至晋阳一带 企图阻挡汉军北进 汉军成胜追击 在晋阳打败了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 成胜追至离史 再次击败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 匈奴再次在楼帆西北集结兵力 被汉骑兵部队击溃 由于汉军节节胜利 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 刘邦到达晋阳后 听说匈奴驻兵于带骨 于是先派人侦查冒盾虚实 而冒盾将其精锐士兵 肥撞牛马等隐藏起来 只显露出年老弱小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 派去的使臣十余匹回来都说 匈奴可以攻击 刘邦派刘靖再去出使性奴 他回来报告说 两国交兵 这时该炫耀显示自己的长处才是 现在我去那里只看到瘦弱的牲畜 和老弱的士兵 这一定是故意显露自己的短处 而埋伏骑兵来争取胜利 我以为匈奴是不能攻打的 这时汉朝军队已经越过了沟筑山 二十万大军已经出征 刘邦听了刘靖的话非常恼怒 骂刘靖道 齐国闹肿 凭着两片嘴唠的关左 现在竟敢胡言乱语阻碍我的大军 就用镣铐把刘靖拘禁起来 压在广武县 准备凯旋后进行处罚 刘邦率骑兵先到达平城 此时汉军步兵还未完全赶到 冒顿禅于见汉兵蜂涌赶来 在白登山设下埋伏 刘邦带领兵马一进入包围圈 冒顿禅于马上指挥四十万匈奴大军 截住汉军步兵 将刘邦的兵马围困在白登山 使汉军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不能相救 刘邦发现被包围后 组织突围 经过几次激烈战斗 也没有突围出去 之后 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 匈奴骑兵左面的是青一色白马 东面是青一色的青马 北面是一色的黑马 南面是一色红马 企图将汉军冲散 结果双方损失很大 一直相持不下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 气候严寒 汉军士兵不习惯北方生活 冻伤了很多人 其中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只二三 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 也没有占领白登 而汉军被围七天后 粮食也快吃完了 饥寒交迫 危在旦夕 陈平看到冒顿蝉鱼 对新德的胭脂十分宠爱 朝夕不离 这次在山下扎营 经常和胭脂一起骑马出出进进 浅笑地语 情深一睹 于是陈平向刘邦献祭 想从胭脂身上打主意 刘邦采用陈平之计派前使臣 乘务下山向胭脂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 于是胭脂就对冒顿蝉鱼说 军中得到消息说 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 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 蝉鱼问 有这样的事 胭脂回答说 汉兄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的太厉害 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 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呢 自然会拼命相救的 就算你打败了汉人 夺取了他们的城池 也可能会因水土不服 无法常住 万一灭不了汉帝 等救兵一道 内外加工 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 矛盾缠于问道 那怎么办呢 胭脂说 汉帝被围了七天 军中没有什么慌乱 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 虽有危险 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 你又何必违背天命 非得将他们赶尽杀绝呢 不如放他一条生路 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 降临到咱们头上啊 矛盾缠于 本来与韩王信的部下 王皇和赵丽 约定了会试的日期 但他们的军队 没有暗示前来 矛盾缠于 怀疑他们同汉军有勾结 就采纳了胭脂的剑椅 打开包围圈一角 让汉军撤出 当时正值天气出现大雾 汉军拉满弓安上剑 从已经解除包围的一角 慢慢的走出 才得以脱险 对这段历史 云征并非一无所知 早在东京和狄青等人制定策略的时候 狄青就专门给云征讲述了白灯山这个西京最显要的地方 狄青是不信什么神灵的 云征自然也是不信的 满移的神灵并不能不准许宋军进驻这座山 相反 只要凉莫充足 在白灯山挟进一颗钉子 并非什么坏事 当年 汉高祖在缺一少时的情况下 面对匈奴四十万大军的强攻 都能固守七天七夜不失 没道理 装备到了牙齿的宋军 会不如大汉出奇的 那些缺一少时的军队 白灯山对蛮夷之辈是不同的 且不说早年的汉高祖 杨无敌最后一次北征 也不过就是进攻到白灯山 就遇到大宋太宗皇帝被人家设了一件大败而归的消息 只好与派美一起退兵西京 先前抢夺的两州之地也被辽人全部夺走 最后导致杨无敌父子在金沙滩血战而亡 因此只要有一支军队能够驻扎在白灯山上 必然会引诱撩人从已经备战五年的西京出来 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计划 谋士在人成事在天 到底如何 要先打过才能知道 此时的云征早就不是率领甲子营什么都不知道的军侯了 打过无数恶仗之后 生生地完成了从书上向武将的完美转变 西明山下荒草栖栖 张鹤如同疯子一般在南山坡上狂奔 手里抱着一捆球衣 呼喊声凄厉得如同丧子的母猿 八千多人消失不见了 张鹤能叫上名字的人 至少有三千 十年滚中口的囚禁圣火 让幼香昭顺君死的一万多人不但是袍者还是家人 如今留在西明山躲避寒冷的袍者全部消失了 战斗的痕迹 并没有封杀眼卖掉 残破的兵人 散落的断剑 以及落在沙岩上的血 那些血被寒风 镌刻在了石头上 依旧新鲜 只是在张鹤的眼中 每一滴血都代表着一个袍则的陨落 匍匐在一个熟悉的山洞口 张鹤发疯般的用自己的手去挖那些松软的沙土 这个洞他曾经住过 在这个洞里至少有三十几个兄弟挤在这里相互拥抱取暖 他无法忘记在自己临走前那些兄弟眼中可怕的目光 我一定会带着邱医回来的 只是你们一定要努力活着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会回来带你们一起去宁边城 张鹤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但是那些口口声声说一定要等自己回来的兄弟到底在哪 一张乌青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 仔细地扶到那张脸上的沙土 张鹤张大的嘴巴里发出了无声的惨叫 这张脸他认识 这是自己的同宗兄弟张林 因为脚被冻伤了才不得不留在这里 在右向昭顺君寺中 张林和自己一样都是张家特意派到这里的种子 如今种子没有开花就已经腐朽了 接踵而来的悲伤让张鹤已经没有多少眼泪好流 带着残存的兄弟刨开了一个又一个洞穴 然后就发现了一具又一具的铜板尸体 只要看看洞穴的口子 张鹤就知道宋军是如何应对这些躲在洞里的兄弟的 洞口乌黑的火焰痕迹说明 当时就在这些洞口燃烧着多么恐怖的火焰 尸体被挖了出来 张鹤小心的帮自己能找到的每具尸体都穿上球衣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心舒坦一些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三天之后了 想到维格宁领手中只有六百人 张鹤这才带着运送球衣的两千兵组 匆匆回到了宁边城 站在城头等候张鹤归来的伟格宁领 在看到荒原上的一小队军兵之后 吐了一口血 然后就昏迷不醒 半夜时分 悠悠行转的伟格宁领一声不吭地坐起来 抱着膝盖瞅着张鹤 宋军还是寒冷 张鹤给伟格宁领倒了一碗水 伺候着他喝下去 宋军 云正亲自来了 是的 位置来宁边城的时候 特意绕道去了片关河 看到云正的帅气 他们没有朝宁边城过来 而是去了白灯山 听说有一支宋军被削打虎包围在那里 和清军和金宿军也没有来宁边城 他们转道去了西京 看来不论是云正还是肖打虎 都没有把我们的存在放在眼中啊 大帅 这兄弟死得好惨啊 张鹤跪服在地 嚎啕大哭 伟格宁领笑道 当兵的哪有不死的 怎么个死法 由不得我们选择 无非是杀回来而已嘛 我们该何去何从 何去何从 弟兄们已经先一步去了黄泉路了 我们又何能幸免啊 张鹤啊 我们已经是一群死人了 还有什么去路 只有黄泉路可以走了 北支不怕走黄泉路 只怕害怕走得孤单 伟格宁领将张鹤扶起来 不会的 这条路我们会一起走 将军中年纪小于二十岁的 全都挑出来 能带走多少财物 就带走多少财物 我会修书一封给莫泉路旁 求他看在同为党相一脉的份上 让这些孩子回家 大帅 大帅 我们以前没有屈服 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屈服 总归是死罢了 那就死得痛快些 张鹤的眼睛顿时就变红了 维哥宁领领笑着拍了拍张鹤肩膀 老夫已经败了 就没必要带着所有人去送死 我党相一族和宋人 启丹两族相比 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口 如今宋人开始北征了 老夫不怀疑 他们这次会取得胜利 张鹤呀 北征之后 紧跟着就该是西征了 党相一族后面的路 很难走啊 老夫以前还总想着自己是王族 所以才没有倒向莫泽额旁 如今看起来 这样做是错的 白白让一万多挡向自己的性命 消耗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争斗中 张鹤忽然大声说道 贤弟的旨意 是要打算接替皇位的 是莫泽额旁为了一己致死 才让您落到如此的地步 维哥宁领摇了摇头 不 我们其实都忘记了一件事 祖宗的规矩 是最强壮者为王 很早以前 我们就是这样来挑选首领的 力大折胜 只是后来 我们把这个规矩都给忘了 那时候我们认为最强壮 最能生养的女子是最美的 而不是如今那些走两步路就喘息 放牧不了牛羊 生育不了强壮孩子的夫人 那时候啊 我们认为 能够猎狐射熊的人才是真正的偷人 不是如今那些首富敌之力 只懂得制定各种规矩的人 牧射熊旁 比我强大 比我聪慧 所以他就该成为我膝下的王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 活下去 先帝忘记了祖宗说的公平 所以才会惨死 我忘记了祖宗说的团结 所以落到如今的地步 我会在信中请莫子俄旁称王 并且会把我的教训 告诉西夏国的每一个人 请他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我的教训 张鹤的眼睛越瞪越大 睁了几次嘴 才色声说道 莫非 大帅要带着我们回大厦 你带着年轻的兄弟回去 我老了 就不回去了 还有弟兄们在黄泉路上等着我 我不想让他们等得太久 你知道 那些魂球要是没了我的约束 在地府打仗也打不赢的 大帅 不要说了 我在搜索城池的时候 发现两个美丽的女子 你带走吧 好好地休息一下 三天后 你们就启程回大厦 张鹤稀里糊涂地从伟哥宁令的屋子里走出来 门外站着两个战战兢兢的美丽的妇人 见他从屋子里走出来 脸上顿时带着谄媚的笑容 还把自己身体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张鹤看 张鹤粗鲁地将一个女子扛起来 拽着另外一个女子去了自己的房间 这时候 他的心中似乎堵塞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石头下面压着满腔的怒吼 无处发泄 三天后 伟哥宁令就像是一个看破红尘的高僧 面带笑容 送走了五百名最年轻的郡主 眼看着他们带着宁边城缴获的大量财物和富人 离开了宁边城 满头的白发 在倾天下显得极为刺眼 西夏大军回国的时候 带回大批的财物 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 多少回西夏大军就是带着财物气昂昂地回到家乡 接受父老的欢呼 这一次财物虽然带回来了 而一万多西夏儿郎已经昏归天国了 张鹤强忍着不去回头看伟哥宁令 这位老将将会带着残存的两千将士固执地留守在宁边城 直到此刻 伟哥宁令依旧在苦苦思索 该如何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宋军 无时无刻不在想着 如何向云灯为自己惨死的部下讨回一点公道 张鹤明白 一夜白头的伟哥宁令 其实在自己把恶号带回宁边城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这个白发苍苍的伟哥宁令 不过是个勉强活着的复仇幽灵 除了这口复仇的怒火之外 那具身体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冬日的草原除了萧瑟之外 其实找不出别的景观来 有远山却没有尽数 偶尔能看见一些狐狼出磨在草丛间 瞅一眼天空的海东青 准备继续握在草丛里 等待那些密室的兔子和野鸡 忽然间 草原上的所有动物都停止了自己原有的动作 齐齐的竖起耳朵 倾听远方的声音 先是老鼠 汉塔一类的东西 先一步钻进了自己的洞穴 紧接着狐狼们也放弃了那些将要到手的猎物 齐齐的掉转头 飞快的向草原深处逃顿而去 不大一会儿 一支军队出现在地平线上 出了山谷之后 他们一分为三 向三股黑色的洪流 缓缓的躺进枯黄的草原 战马的铁蹄 踏碎了地上的枯草 车队的车轮在松软的土地上 碾出深深的车辙 拉扯的罗马 鼻子里喷着一股股粗粗的白气 努力的迈开蹄子 随着骑兵的脚步前进 大军气势如虹 李东楚却心乱如马 狼坦陷在了拜登山 自己受命前往救援 知道在前面还有削打虎的三十余万部族军在等待自己 心头不由的坠坠不安 如果是在往日 即便是面对实力更加庞大的敌人 李东楚也不会有半分畏惧之意 可是如今他实在没有办法 分辨主帅云征到底对自己持有怎么样的看法 如果可能的话 李东楚根本就不愿意回想这半年来发生的任何事情 因为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 都如同噩梦一般 皇帝三日一小问 五日一大问 东京和燕门之间的奏队往来不绝 一年之间官升三级者除了自己还有何人 母亲贵为太君 妻子贵为告命 儿女才刚刚成人 就各自有了封赏 太原留守这个职位 首挽十万兵马 节度使也未有这样的殉权 身为武将 夫文革学士这个清贵的殉位 有了他 就能真正成为大宋的动量之才 武官持有文明 这是保命之道 如果自己真的战功赫赫 拥有这些 李东楚并不会有什么不安 云征身上的光环乃是百战得来 而自己身上这些光环 就像造胶水吹成的泡沫一样 随时都会在阳光之下破灭 自古以来 没有相应的功绩 而身居高位者 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 纵然得逞一时 一旦自己的特殊作用使用完了 从九天之上跌落尘埃 乃是自然之事 李东楚知道自己的特殊作用到底在哪 朝廷对外出则天下经 安居则天下息的云帅戒律重重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颗牵绊云帅的棋子 在燕门关的时候 自己本想和云帅彻底的交谈一次 希望能够把握住云帅的心思 然后再评估自己到底该何取何从 结果 云帅一番崇尔旧事就让自己羞愧的无地自容 通过那个故事 云帅说明自己本心未变 改变的是自己 第一次接到封赏的时候 自己隐隐有些不安 第二次接到封赏的时候 却已经不再惊慌了 第三次四次之后 接受皇家赏赐 已经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云帅不屑和自己交谈 是因为他知道这时候 不论说什么都没意义 自己既然拿了皇帝的赏赐 唯有一条道走到黑 从猴子憨牛等人鄙视的眼神里 就能看出云帅对自己的不屑 不过他是个骄傲的人 骄傲到了不屑在和自己 多谈向背之事的地步了 就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云帅并无二心 但是这次兵出燕门关 李东楚的后背却冷汗直冒 自己身为前军一路滚滚向前 左右两翼并无兵马随行 顶在最前面的 只有自己白马军首部两万人 当年杨无敌就是这样轻敌冒进 大踏步的前进 大踏步的后退 最后的结果并不好 金沙滩一战 杨家将灰飞烟灭 自己的处境和杨无敌一般无二 云帅的权威却比当年的攀美要强大得多 朝廷明明指定要自己驻守燕门关 可惜云正一声令下 自己从燕门关守将 变成了北征的前驱 不过有一点李东楚非常肯定 自己不是当年的杨无敌能够比拟的 两万人马中装备了十余万颗火药弹 弩箭更是足额的两个基础 不论是远程攻击用的八牛弩 还是防御师使用的旋风炮 自己军中并不缺少 最新式的行军口粮 足以保证自己全军一跃所需 在这样的状况下 不论是遇到何种敌人 都有一战之力 有火药弹的存在 就没有被人家包围这一说 这点李东楚在燕门关是仔细验证过的 狼坦军中的火药弹 比自己白马军中的火药弹数量还多 听说他们装备的是一种新的火药弹 根本就不用点火 一拉绳子扔出去就会炸开 更重要的是 狼坦的军中 听说装备了一种叫做燃烧弹的东西 这种东西一旦炸开 三丈方圆皆成火海 百师科一起扔出来 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李东楚想想都心寒 这样的一支军队 怎么可能被撩人团团围在白灯山呢 这些年来 自己守在燕门关毫无寸进 但是不论守卫何区关的狼坦 还是守卫宁武官的江泽 抑或是驻守太原府的副将吴杰 他们从未停止过对军队的整训 不但参与城防 还经常把军队按照小队一队队的拉出去 参与地方剿匪 狼坦更是仗着自己兵甲锐利 连夺辽国神武官和朔州 直接将河西边境线的凹地拉成一条直线 以至于大宋的兵风 可以直接威胁英州 金城 平鲁 淮阵一线 燕云十六州中的朔州 已经实际上回到了大宋的手中 自己只想着如何将白马军扩军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因此人数增加得很快 虽然白马军的素质要比京中的禁军好了不少 但是和狼坦江泽吴杰的部下比起来 似乎还差得很远了 这些年下来 不论是狼坦还是江泽亦或吴杰 他们麾下的人数并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战力却强悍了不止一倍 这种技能和装备上的差别 才是李东楚心中最大的伤疤 都是精细军体系 缘和他们三人就能获得主帅的青睐 而自己却只能处处作小 燕门关的时候 他就想问问云征为何搏带白马军 臣不念军过 子不言复仇 拼死一战还云帅恩情 还陛下一片恩宠也就是了 李东楚下定决心 决心按照云征的安排 大军直扑白登山 云征看过了李东楚的军报 参军将李东楚最新的位置标注在地图上 陈林看了一眼道 李东楚的白马军已经出了龙首山 应州之底已经在他背后了 云后啊 他也会被撩人团团包围住的 苏寻笑道 包围的人数还不够多啊 吴杰马上就要从山音进入怀仁地界 目标也是白登山 至于江浙的军队会跨过桑干河 最终的目的地也是白登山 听说白登山下一片阔野 最适合大军交战 当年那里能够囤住匈奴的四十万大军 囤住肖大虎的三十六万大军 想必也没有问题啊 你的意思是白登山能囤住汉高族的二十万大军 囤住我们十余万人也没问题了 的确如此 第二的地势啊非常难找 大帅也是左思右想之后才决定下来的 战场选在那里是最有利于我们的 云征没有理解陈琳和苏玄的谈话 转头问参军 赵夫的骑兵是否已经到来了 崇俄的大军是否已经进驻阳门关了 骑兵大帅 崇帅的环州军确实已经进驻了阳门关 同时也进驻了宁武关 河区关守将谭威不允许崇帅的大军进驻河区关 说没有朗坦的将领 他不允许任何人进驻城关的 赵夫将军来信说 骑兵作用在于外不在于内 所以他想带着骑兵在外围作战 并不参与白灯山之战 想要乘机夺取西京 云征电锯一样的眼神落在参军身上 让参军击铃铃铃打了个寒战 知道大帅非常不满赶紧束手等候大帅新的将领 他以为 他以为他是谁啊 飞银传说给赵夫 命他迅速跟进 人都已经到了马役了 还想浑水摸鱼 想要西京的话 老子有的是办法 五六年前 老子就在西京的城墙底下挖了无数地道了 只要填进去火药 轰隆一生就能拿下西京 老子想要对付他削打虎 西京那座小城能够囤住多少军队啊 你问问他 他的骑兵有没有本事漫山遍野的去捉撩人的骑兵 参军听了云征的命令之后 连忙出去准备 这些天和云帅在一起压力非常的大 云帅的话越来越少了 话少却恶毒 沉思的时间远比和人交流的时间多 现在几乎是达到了生人物尽的程度了 苏巡过来笑声道 最后啊怒不信兵啊 云征听了苏巡的话之后 一下子就把手里抱着的茶壶扔了出去 咆哮道 复辟在清堂慢慢腾腾的布置 如今都没有填补环州的空缺 生怕被高原上的吐蕃人趁势夺去了清堂 重厄的六万大军来到燕门关的只有三万余人 说好的全军冲动 他倒好留下三万守卫他的老巢环州 在这种私心下 莫赠儿胖的黑山威富军司 西平府的详情军 兰州府外面的卓罗河南军司 都已经城市离开了西夏边境 他们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西夏东面的乌拉海城 你好好的看看乌拉海城在什么地方 再劝我不要发怒不吃 直到现在 云征第一次有了无力感 以前的时候自己带着自己的部下独立作战 自己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 因此做到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是有可能的 可是现在麻烦大了 公辽之战几乎是清国之战 自己带着京西军的十万人马 根本就拿辽国没有办法 即便是打下来几个军州 在随后的持久战中也会被辽国逼迫着撤退 除非是全面压上 多点突破 否则想要拿下烟云 根本就是妄想 宋太宗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当年他麾下的将帅 比如老曹 老王等人 哪一个是省油的灯 就因为对辽国没有形成全面的压迫 这才被人家轻易的给抄了后路 最后 自己都差点死在辽国 陈林和苏巡见云征心情不好 叹息一声就离开了中军大帐 给他一个安静的空间 不管是陈林还是苏巡 对复辟和宠恶都毫无约束力 或者说即便是黄泉 也对这两位封疆大力的约束性非常有限 清唐节度使复辟几乎管辖着 从秦州到凤翔 一直到黄水乃至青海湖的广袤土地 称之为西北王 毫不为过 崇厄从祖父一带就经营环州 到了他这一带 环州已经变成了崇家的根本要地 当地人只知道有崇相公 而不只有皇帝 这样的情形再维持上几十年 云征就敢说 复辟和崇厄必定会成为第二第三个礼祭签 即便他们两个都是大宋的忠臣 一旦这两个地方自立的条件开始成熟之后 他们就会自立 这种变化 根本就不以旁极和崇厄个人的意愿发展 云征甚至能够想象得到 一旦赵真死去 赵旭即位 摆在他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薛藩 后世满清的时候 一个小麻子皇帝也有这样的需求 结果最后还是依靠一场场惨烈的战争 才达到目的 就是不知道赵旭有没有那个小麻子的魄力 不管是赵真还是旁极 都看出了其中的苗头来 因此才会对自己多加防范 而同一时间 要求复辟和崇厄相互接替防务 希望从中引起两人之间的不快 破坏他们可能存在的联盟 之所以会派赵夫来统领清唐骑兵 目的就是为了往里面掺沙子 朝廷这样的做法不能说有错 但是对云征这个统帅来说 就非常的难熬了 不论复辟和崇厄有什么反击的法子 最后麻烦一定会反映在自己的作案上 自己只有解决了这些麻烦 才有可能真正的击破撩人 成就无上的功业 一地鸡毛中只有云二的书信 才能让云征缓和下来 那个温润的少年 如今成了大海上所有人的噩梦 云征想象不出 他赤着脚 岔开脚趾头 手里抓着短毛 嘴里咬着长刀 头上绑着红色的绸带 带着骷髅船 在海上纵横的模样